毒品的影响你知道多少呢 那只要一碰到毒品的话 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 毒品真的会害人不前的 扫毒2天地对决 剧情讲述到于顺天因为黑道的关系 所以和老婆不断的吵架 直到有一天老婆离开了他 他才意识到这样子下去真的不行了 而他的好朋友地藏 就在他自己经营的酒店里面 被发现到有毒品出现 虽然毒品不是他的 但是在他的场合出现就是不对 老大要于顺天行家法 断他三根手指 地藏看着于顺天 用眼神跟他求情 但是于顺天被迫的斩下他的手指 两个人就在那个时候结下了梁子 今年在上映的时候 华仔还特别来到台湾宣传 当时的场面真的印象很深刻 现场有很多的刘太太等着华仔到来 嗯 离题了 我们回到电影本身哦 第一次看古天乐与华仔在电影里面交手是一种享受 因为两个人都是职业级的演员 也增加了很多可看处 而这次的电影制作的规格也大手笔做了很多的尝试 企图想打造出香港的企图版玩命关头 但是整体的剧情设计上面也有着明显的问题 像是警察会只穿着便服带把小姜就去扫毒吗 有一点难相信之外 华仔的老婆因为自己无法为他生孩子 就觉得是自己的错 跟华仔说 你的过去我都愿意接受 但是当他真正的接触到他的黑社会过去时 却又说他无法接受 有点难以想象是人格分裂了吗 还是有什么问题 反毒是个好题材 因为全世界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毒品犯来造成的社会现象 一直都是很麻烦的部分 而电影中提到菲律宾的杜特蒂反毒手腕的时候 华仔在当下是非常认可他的做法 可是我却不这么认为 甚至觉得这有可能有很大的隐忧 因为杜特蒂的反毒 由于过于强势而且没有讨论的余地 如果今天你有什么想要针对了人事物 或是有反对者的话 那透过这个方法来诬陷对方 让对方直接就地伏法 变成了独立自身的手段时 会不会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呢 每个方法有好有患 而每个吸毒的人其实原因也不相同 有些就只是好玩啊 有些就可能是小时候被母亲垂直感染毒瘾 不能因为他没有毒瘾就直接判处死刑吧 情理法在法治上我们还得要考量到感情之处 每个人都应该有第二次的机会 而不是犯了一次错 我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这样只会让这个社会陷入无止境的恐慌 并且有更多的问题会产生 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问题 所以选择不去面对问题 或是试图我们要去掩盖这个过去 进而会养成一种 反正我不去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态 嗯... 这不是我们所向往的人格发展啊 也不会想让这样的风气传承下去 一个错误的决定 牵连到很多人与做事的态度 再说 把所有涉毒者全部清楚 就能够解决一切吗? 其实很多考量的部分是需要我们去思考讨论的 毒品害人不浅 但是我们也不能被框架限制住 因为跳脱框架才能有不一样的思绪与想法 这才是我们该学习的